請各位把雲端上面這個 這個下載 再解壓說就可以 那當然裡面的話你如果需要答案的話雲端上也有 講義裡面都有把這個按右鍵 把它解壓說全部好了解出來 解出來那比如說裡面這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延伸題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看到文字與資料函數第二個先好了 比如說這裡面呢類似於 剛剛我們會遇到的這邊啟用編輯 比如說像很簡單的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是之前那個 某電信公司的內訊題目 這個題目 其實跟各位將來可能會遇到的也類似 如果我今天希望 上面有個題目有沒有 如果今天希望這邊是電信業者 前面一定加09 然後dash 一個dash的符號 再加他的區碼 再加盤目 然後要把它串接起來 那裡面可能會需要用到兩個函數這邊有幾個串接符號and 剛剛有用到 然後rept 加len 希望把它串接起來 那len剛剛有用到過 len是算 整個 出生格裡面有幾個字 len 瓜糊 那個出生格 他告訴你有沒有這邊有三個就三個 可是這一題比較特殊一點就是說 如果你這邊三個字 那ok 0911 dash有沒有 848 dash752 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說這邊 少一個字 這邊 少兩個字 怎麼辦 要補0 那補上0的話 你如果說要重複補幾個0 你可以透過rept 重複幾個0 LEN 就是先看它有幾個字 再補幾個0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做出來 可以做出我要的結果的話 該怎麼做 這倒是有點難度 但是 見招拆招嘛 工作不外乎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做得出來 那你時間就省下來 如果你做不出來 怎麼辦 找高手嗎 不然就是 最笨的方法就塗法令綱 是不是 好 什麼 那其實 很簡單 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 等於 不過 恐怕這個還是有點難度 09 順便 順便講一下 09 &串接 這個 然後 & 串接什麼 串接一個dash 對不對 dash的符 & &什麼 &它 但是這個是84 我把它改 本來是三碼 改兩碼 他缺什麼 缺0 那0怎麼放上去 幾個方法 他這邊有提到 REPT LEN 那REPT是重複的意思 重複幾個0 那重複幾個0 特別注意在 G2的儲存 G4的儲存 前面加一個 REPT 這邊的話加一個 REPT 瓜糊 這邊的話要重複什麼 重複0 因為要前面加0 重複幾個0 逗點 你各位可以想想看 重複幾個0 根據 LEN 瓜糊 也是一樣 跟剛剛一樣 那你想說LEN 這邊有兩個 重複幾個0 一個 可是有兩個 為什麼要重複一個 有沒有什麼 關聯性 或者是公式呢 其實 重複的剛好跟什麼 3這個數字 好有沒有 3個 是 基本的 那剛剛不是 RICE減掉幾個嗎 那其實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3 減掉 有沒有 也就是說 如果3 減掉兩個 那就是一個 也就重複一個0 如果 它的長度是一個 LE 比如說後面這邊 7的話 要加兩個0 3 減掉 1 等於2 重複兩個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把它後括弧一下 這個REPT 我想 如果你不會用沒關係 它的意思很簡單 就是重複 某個字串 重複幾次 大概的意思 好我們打勾一下 你會發現喔 它出現就是 重複一個0 那再來怎麼樣呢 把後面的那個AND 把這個門號怎麼樣 再加上去 再打勾 有沒有 084就出來了 那後面呢 7 你想說007怎麼做出來 這個時候 當然呢 比較聰明的做法是什麼 他這個是G4 對不對 這個是 H4 所以 比較聰明的做法怎麼樣呢 這一串有沒有 跟它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就把它 負制貼過來 把G4 改成 H4 後面的不就出來了 所以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那怎麼做呢 這邊的話 把這個地方 AND 記得要 負制到 從這邊有沒有 負制到這裡 Ctrl C 移到後面 Ctrl V 然後呢把這邊 改一下 改 H 這邊 改 H 那其實 就大功告成了 再打勾一下 007就出來了 那你這樣 點兩下 工作 就完成了 多麼 好的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會的話 當然前提是要 會 使用REPT 加LEN 那這個範例是我平常 在別的單位上課的一個範例題 那其實是按部就班的 所以 如果你對於 REPT不熟的同學 可以先在這邊練習 比如說 我要重複幾顆星 那 如果100個 就給他一顆星 200個 就給兩顆星 但是 小數點不算喔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你可以試試看嗎 比如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 其實 其實REPT也是文字的 你就找那個R開頭的 REPT 有沒有 按確定 重複什麼 重複上面的東西 幾個零 這個數字 除以多少 100 對不對 這樣子 就會有一顆星了 那因為上面的這顆 C1 等一下向下填滿 有沒有 它會自動增加 所以按F4 把它鎖起來 固定住了 這顆星 就在那裡喔 不要動喔 OK 按一個確定 那你可以發現 再把它自重一下好了 上下填滿 幾顆星就做完了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 這個函數吧 即便 所以我強調就是 函數即便你沒有用過 也沒有關係 因為 它都會告訴你 怎麼使用 如果說你不會用的沒有關係 你可以看看下面有一個 就是 相關的旁邊的參數說明 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怎麼用 底下有個函數說明 你可以把它點下去 它有個大概的說明 你看一下 我想應該都會用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有關文字函數的相關補充 那你們可以從雲端上面 把它下載下來練習一下 OK這個是補充的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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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看